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我们来说一说采购问题 因为2020年毕竟是考了物流 那到2021年也许采购、库存都是比较重要的范围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采购 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大家对采购其实并不陌生 什么叫采购 不就是我原材料物资我要去采购去获得供应吗 但是传统的采购 我是不是一般都是每年到了要采购的时候 我就开始招标或者我四处去寻价 然后确定购买方 然后进行购买 那这种方式我们一下就能够看得到 这种方式下是不是它的合作并不是特别的紧密 而且每一次我都要重新去进行选择 所以大家的合作都是比较偏短期 并且我一般来说可能采购的时候都是大量采购 别人还担心说你只是采购这么一点点 那后面我再去供货 或者说我给你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值当 是不是这些都会使得双方之间 他们达不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大家互相之间没有那么强的信任 也没有一种很长期的合作关系 所以很难使得双方的利益能够达到最大 但是在供应链环境下 供应链环境我们说了 是从需求出发 从市场出发倒推回来 而且让所有的信息共享 所以这个时候的采购 它应该是什么呀 它应该是一种合作机制 对不对 不能像原来一样 我简简单单的就是要买东西了 我到处去跑 而是说只要我要东西 就有特定的人给我去送货 所以像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 我定制的服装 那么定制的服装 像这些定制服装的平台 那么它如果说我需要什么东西 我还要现去买 现去找 那么对于这些服装厂来说 要达到定制化的这种目的 是不是完全不行啊 它一定得是说 只要有了这些需求 马上它的供货方就知道 这块布要多少 马上发货过来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得是这么一个合作关系 大家共同承担这个订单的完成 才有可能做得到 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 所以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 一个还是需求引导 需求触发 或者是订单来触发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说我们是要怎么样 除了需求触发以外 我们的信息呢 一定是在共享的 信息是要共享的 那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做到合作和共赢 对吧 合作和共赢 所以各位想想 你如果能够把这几个关键词抓住的话 其实后面的东西呢 大家也就多多少少的就清楚了 好 所以我们供应链管理呢 包括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采购管理和传统采购 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和传统的采购管理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方面 准时采购 也就是just in time 第三个方面呢 是供应商的管理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两者的区别 那这个比较重要 我认为这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 传统的采购管理 它是谁来触发啊 是从库存触发 对不对 谁会觉得说 我需要去采购东西了 是仓库管理 仓库觉得 东西快没了 赶紧去采购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要求 库管这一边 一定要做好物资的管理 如果一旦没有了 你要来出发 对不对 但是呢 到了供应链 我们说一切都变了 不是从库管那个地方 看到我的需求和供给 已经不匹配了 而是从订单这个环节 从订单这个环节倒推回来 那订单这个环节倒推 是不是就是前移了呀 对吧 所以是需求出发 所以从原来的库存采购 转向订单采购 那订单采购 主要的特点有什么 像这些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 大家考试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问你 让你对比传统的 和我们供应链环境下的 有什么不同 好 那在订单驱动的情况下 是订单来驱动 是需求来触发 所以第一个方面 是需要供应商和制造商 是产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之间不需要再重新 每一次都讨价还价 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 要做什么 对吧 第二点 就是在同步化 供应链计划的协调底下呢 我们的制造 采购 供应 它都是能够并行的 是同步的 所以能够大大的缩短 响应的时间 能够做到同步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呢 我们说采购物资 是直接进入到制造部门 直接进入到制造部门 并不会再通过仓库 对吧 库管这么一步一步的来 这样会拉长周期 所以能够实现精细化的运作 第四个方面呢 信息 信息是不是直接共享啊 所以信息的直接共享 是不是也就使得我们过程中 信息的传递链越长 我们说信息的失真 或者说损耗就会越大 对吧 所以让信息呢 能够共享高度的一致 所以这就是我们 在订单采购模式下 它的主要的特点 那我们回顾一下 一方面呢 就是大家是合作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是同步的 对吧 各个计划是并行的 第三个方面呢 是直接进入到 我们的制造部门 第四个方面 信息上面是共享的 有一致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 从一般的交易管理 它会转向到 是外部资源的整合 也就是说 我传统的采购呢 我就是买东西 就是做交易 所以属于一般交易管理 而外部的资源整合呢 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一般交易管理 外部资源整合 这两个模式下面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交易管理 是不是就是讨价还价呀 买东西怎么样最便宜 但是作为资源整合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考虑到 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呀 所以一部分把它当作是资源 一种情况呢 把它当作是交易对手 一个对手 一个资源 是不是这两种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是从交易变到资源整合 那这样你就很好理解了 那交易变到资源整合 有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要实现外部的资源整合呀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着手操作 第一个方面 就是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不是又是合伙呀 对吧 又是合作伙伴 跟刚才我们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前提 第二个就是参与供应商的产品设计 和产品的质量控制 比如说像我这 做定制服装的这一家企业呢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在他们家买东西 因为它不是用它的样式 说实在的 男士的衬衫西服 你能有多少样式 对不对 花里胡哨的作为商务衬衫 商务服装 我们又不喜欢 所以就是那种传统的经典样式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的样式不能改变 那我就需要什么 我就需要材质啊 各方面的能够更加的优质 比方说 像裤子 是不是能够防禁电 还有呢 像西服 是不是能够防禁电 还有防脏 对吧 这些功能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这些功能 那一个公司呢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 他经常会谈到 说哎 我们又出了什么样的面料 特别防脏 特别不会起禁电 然后哎 这样的一些东西就会很吸引我啊 或者说什么纯棉偷漆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说法就会比较吸引我 那这些里面就体现出来是什么 体现出来 我们是制造商本身 是参与了供应商的产品设计 以及产品质量的控制 对不对 他来告诉供应商 我需要什么样的布料 你帮我去研发 或者是开发什么样的布料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 哎 上下游整合 就你不再是说你有什么 我买什么 而是我想要什么 你呢 来给我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一种整合 就使得 从原来的 我单纯的去挑选东西 变成了 我也在定制化的需求 对吧 我作为制造商 我也在向我的供应商呢 做定制化的需求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要做到信息反馈 还有教育培训支持 我甚至要给到供应商做教育培训 来告诉他 你的产品为什么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那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要告诉你这些问题 第四个方面 就是要协调供应商计划 有能够协调各个供应商 因为一个企业的供应商 绝对不止一个 对吧 哪怕是衣服 有布料的供应商 有线的供应商 还有扣子 或者其他的一些饰品的供应商 那都绝对不止一个 第五个 建立不同层次的供应商网络 减少供应商的数量 然后达到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那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不断的去压缩供应商的数量 因为数量越多 我的精力就越分散 但数量越少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 大家的信任感就越强 而且这种合作呢 也就越紧密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层关系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啊 就是我们是在供应商的 这么一个外部资源整合的管理上面 我们要做这五项 第二个方面 供应商呢 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跟我们的制造商进行协作 所以刚才谈的是制造商做什么 现在呢 我们在说供应商要做什么 供应商一方面要帮助自己的客户去做多种的战略 帮助客户拓展客户的多种战略 让客户呢 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要保证高质量的售后服务 让我们的服务质量能够提升的话 那是不是供应商也要出自己的力啊 对不对 为了下游的客户 他能够提供给别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也要处理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对客户的问题要快速响应 第四个方面 也要及时的报告 可能会影响客户的内部问题 比如说原材料要涨价了 或者说原材料供应 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那我们是不是提前的 你在宣传的时候 这一类的产品 你就少宣传甚至不宣传 然后我们先度过这一段 我先给你开发别的一些布料 你以这些布料为主 看看可不可以 是我们提前就可以商量 不用说等到 我这订单都拿到了 我现在来告诉你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 这布料快没了 还有呢 就是要基于客户的需求 要不断的改进产品 以及服务质量 对吧 不断的做自我提升和革新 还有就是要提供一部分的能力 在满足自身能力需求的前提下 还要提供一部分能力 给到客户 所以我们的供应商 也要作为客户的后盾 而且这个后盾呢 大家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后盾呢 是一种积极的 主动的后盾 是积极主动的后盾 而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后盾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只要达到说 我是积极主动的成为客户的后盾 那这事呢 基本上你也就把它给达到了 当然了 你把深入阐述 你就可以达到说 我要做后盾 那么我要快速响应客户的 这个要求 然后呢 替客户着想 然后把我可能出现问题 告诉给客户 对吧 而且呢 要不断的改进和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好售后的服务等等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叫积极主动的做后盾呢 好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还要从一般的买卖关系 变到合作伙伴关系 你看 是不是再一次的体现了反复的车古路话呀 因为合作伙伴 我们前面早都已经提到了 在前面 我们就已经说过合作伙伴了 所以这个地方又是从买卖到合作伙伴 我们第二条是从交易到整合战略资源 对不对 这个呢 变到战略合作伙伴一样的道理 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订单 然后呢 这个外部的资源整合 然后战略合作伙伴 基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采购方式 那也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呢 也是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个方面解决哪些问题 就是库存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快速的反应 而且供应商如此靠谱 可以给我做到主动的后盾 那我还需不需要大量的采购 以及大量的库存呢 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需甚至可以零库存 及时的送过来就好了 第二 风险问题 那我本身在采购过程中 可能面临缺阔的风险 或者提价的风险 对吧 甚至包括汇率风险 利率风险等等等等 那如果我能够去达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不是不管外部怎么变化 咱们反正供单损失 供单风险 那这样我是不是就比较踏实 所以风险被分担了 第三呢 合作问题 对于传统的交易和买卖模式 那供求双方 他们有没有长期的合作啊 是没有的 但是呢 有了新颖的方式以后 我们是不是建立了一种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吧 大家就更加紧密 变成了后盾的关系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采购的成本问题 在我们这种方式下 我并不是做到了采购成本最小化 但是呢 我至少做到了采购最顺滑 所以我并不是那么关注说 你是不是每次都给到我最低的成本 而是说 大家都能够保质保量 并且减少过程当中的摩擦 那实际上综合的效益 其实大家呢 是共享了 对不对 你原来的采购成本最低 也许是别人给你让利 但一回让利 两回让利 要是他总是得不到利益 那是不是你们俩之间 也很难形成一种长久啊 所以利益一定是共通的 是共享的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组织障碍也被打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原来的那种模式下 那我们经常会出现 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协调的问题 或者说内部的 比如说库存的部门 采购的部门 还有呢 制造的部门 他们之间是不是也会打架呀 对吧 哎我要原料 结果我没上班 或者说什么坏了 不行 那我们说 如果是真正做到 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管理 做到准时化 那是不是这种组织的障碍 反而能够被消除 好 了解了我们 两种模式啊 在传统模式 以及供应链模式下 我们的采购管理的区别以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准时采购的策略 也就是JIT啊 准时采购 那么准时采购 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当然就是准时了 对吧 所以就是在恰当的时间 我们前面谈到的是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产品 正确的地点 正确的数量 正确的质量 而这个地方呢 把所有的这些都没变 只不过就是把它 前面的正确 变成了恰当 变成了恰当啊 用恰当来表明什么 那丝毫不差 对吧 所以just in time 不光是time 不光是时间 是恰好的 而是各方面 都是恰好的 地点不要送错了 东西不要送的过多了 对吧 我今天就要这点 所以大家看 现在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就是就是一些餐饮啊 就是餐馆 那么餐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现在很多的餐馆呢 它都不会说啊 我有一个专门的人 我跑到菜市场去转 然后拉回来一堆菜 而是说 我就是到了早上 我把今天我要用的原材料 订好了 然后打电话 给我合作的菜场 或者是送菜的公司 然后直接告诉他 我将斗要多少 凶事要多少 全部都告诉他 然后大概到几点 直接送过来 对不对 他一定是用这样的合作方式 实际上这就体现了just in time 他尽量的不要有过夜的蔬菜 对吧 这样大家呢 也都比较的舒服 因为我也就不需要去蔬菜保鲜的问题了 好 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 是因为他本身在订单驱动 所以呢 供需双方呢 他是围绕订单来做到准时同步的 然后也增加了我们整个供应链的柔性 以及灵敏性 还有协调性 同步性 集成性 所以这是我们供应链管理下 我们的采购 他做到了准时化 是准时的思想 那么准时采购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说准时采购呢 他和传统的采购相比 在采购的批量 以及供应商的选择 还有呢 供应商的评价的 评价的指标 以及检查的工作 协商的内容等等各个方面 都有所不同 所以其实啊 你在打的时候 你依然是按照供应链环境下的采购的特点来打 就是你去想我说定制服装 对不对 采购的批量 你想定制服装多还是少啊 显然是少的 不需要大批量 尽量做到零库存 少库存 对吧 那在供应商的选择上 我们是不是长期合作 而并不追求短期啊 而且呢 尽可能的减少供应商的数量 对吧 因为数量越少 大家合作越稳定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供应商的评价 在供应商的评价上 我们原来的模式 传统的模式 我们主要评价什么 是不是价格给的低啊 但是呢 到了新的模式 我是不是更关注质量和交货期 最后才是价格 在检查工作方面呢 我们如果是普通的采购 是不是每一次货物过来 我都要做大量的检查 但是准时采购下 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检查吗 因为是长期合作模式 就没有必要了 对不对 实际上大家想想 什么地方的东西质量最差 我告诉你 一定是火车站 或者是像是这个高速公路的 那样的一些 叫什么 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最差呢 因为你可能今年跑春节 开车跑了一次 这个休息站 也许到了明年 或者说 等到了国庆 你才会有这个时间了 而且呢 你到那个时候 你再来的时候 可能又已经换人了 所以对于这种非持续性购买 非常久合作 是不是大家就容易说 我去做的不好 因为你就算吃了不好扔了 你也不会说 我下一次我不买了 无所谓 因为我走的就是 大量的人要过这个地方 所以并不是来自于说 你持续的去购买我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说 越是合作深入 我们的检查就越少 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信誉在里面 还有呢 协商的内容 也更多的是长期的合作关系 更多的关注质量 而价格呢 趋向合理 但是如果是我们 是在干嘛 传统的采购模式 我肯定是压低价格 对吧 这些逻辑 我反复讲反复讲 讲完了以后 你有印象 那你不是说我非得要把每一条 我都记得那么清楚 你去 但是你要把这个逻辑 真的要把它给捋清楚 好 运输方面 如果是准时采购 我是不是立足准时送货呀 对吧 是买方负责安排 买方负责安排 但是如果是传统的采购呢 我们一般是用较低的成本 卖方来负责安排 还有呢 在信息交流方面呢 如果是准时化的 因为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比较快速 也比较可靠 但是如果是传统模式呢 我们就一般性的要求就好了 好 那所以我们整体的特点 就是在JIT的模式下 那我们是用较少的供应商 甚至是单元的 也就是单一的供应 然后选择的标准呢 我们的供应商是更立足于长期合作 关注合作的品质 还有对交货的准时性不同 我们要求准时交货 这个是核心前提条件 对吧 就不要给我拖 好 还有呢 对信息共享的需求不同 准时采购呢 信息肯定是高度共享 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批量策略不一样 那显然准时采购呢 我是小批量的 对吧 小批多次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准时采购的策略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特别的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怎么实施 就刚才啊 准时采购的特点 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关注特点啊 实施呢 就简单的说 首先你要建采购班族 那你传统的也要建呢 然后还要制定计划 还要精选供应商 然后进行试点 然后做好培训 然后发免检合格证 实现准时制的交货 然后再持续扩大 我认为这里面和我们传统不一样的 只不过在于 我可能要做好供应商的培训 以及要发免检合格证书 对于普通采购 我可能都是单次交易的 那就不用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所以主要在这两条 别的你做普通采购 是不是也要有采购团队 也要有计划 也要选供应商 也要也可能会做试点 对吧 别的都没什么区别 就是这两条 你清楚就行了 所以你不管是准时采购 还是你怎么采购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采购过程 只要在供应链环境下 都是围绕着订单驱动 然后呢 我们是长期合作 是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 利益共担 对吧 是这样一个关系 你明白了这个 其实答题怎么都不会打偏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 供应商的管理 在我们采购这件事情上 供应商的管理呢 当然 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 它可以是竞争关系 也可以是合作关系 显然竞争关系 体现的是传统的采购模式 对吧 它的核心是做价格驱动 是价格驱动 那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就是买方要同时向若干各供应商去购货 再通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获得价格上面的好处 第二个方面呢 买方通过在供应商之间 分配采购数量 对供应商进行控制 也就是说 如果在传统模式下 我需要多个供应商 避免某一个供应商 垫大欺客 对不对 我只有它这一个供应商 万一它不跟我合作了 我没有物资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都会 狡兔三枯找多个渠道 还有呢 买方和供应商之间呢 它一定是一种短期合作 而且呢 互相还存在猜忌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双赢关系 是双赢的合作模式 强调的是 供应商和制造商 要信息共享 然后呢 要相互协调 制造商对供应商呢 要给予相应的协助 而且呢 双方还要建立一定的 信任关系 减少交易和管理的成本 并且 通过这种长期的信任合作 来取代短期的合同 双方之间呢 也要有比较多的 信息的交流 这就是双赢关系的模式 所以双赢关系的这些模式 是不是还是那些套话 对吧 所以你只要对于采购管理 你只要理解了 我一开始说的那些关键词 就朝着这去答 问题都不太大啊 好 当然了 双赢供应关系管理呢 它一个方面是信息要共享 另外一方面 要对供应商有所激励 对吧 你就不要把人家价格压得太低了 否则的话 你怎么去做了双赢呢 第三呢 就是要合理的给予评价 对不对 对别人给你做了主动支持 哎 你就不能够光是以说啊 你给我供了多少货 来做一个评价标准 那些支持也是有价的 对不对 好 和供应商呢 还要建立长期契约 那么这种长期契约呢 我们就要注意 这种长期契约 是要保证双方的利益都不受损 对吧 不要是让自己的利益 单一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所以我们说损害双方合作的行为 和判定标准 以及受到的惩罚要定好了 不能光是咱们口头说 哎 咱们好好的好好的 但是最后呢 都在互相的猜忌 互相的去挖墙角 第二激励条款要定好了 对吧 所以一个是罚 一个是奖 实际上就是通过奖和罚 两种方式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建立好 这种契约关系 好 还有呢 就是对质量控制 我们要做相应的明确 如果质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就是可以免减 也省去了双方的负担 第四个方面呢 对信息共享 那供应链之间 有意隐瞒信息的行为 我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一定要充分的做到信息共享 和信息交流 对吧 你有什么变化 你不告诉我 结果导致我供给货物 或者我这边的物资准备 出现了偏差 甚至有一些浪费 那是不是就非常的不妥当啊 所以呢 我们要达到信息共享 所以钱上面奖和罚 还有呢 就是质量要把控 信息要共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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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